嘿 大家好 iPad的吃灰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是比较常见的 特别是像我这样 当初买了12.9寸的iPad Pro的我来说 当凑齐了原装的键盘iBook Pencil以后 我以为我可以用它随时随地的写稿 修图 剪视频 记笔记 不过最终我都没有把这些习惯养成 iPad Pro对于我来说 用来主力干这些活 还是没有MacBook Pro用起来更顺手 还是系统的原因 我有好多次想要把iPad Pro放在咸鱼市场上除掉 它总让我有一种十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感觉 作为视频创造者 我们总希望自己手里的各种工具 可以变成生产力工具 这样也能减轻购买设备以后吃灰的负罪感 这期视频我总结了四种大屏iPad的强行生产力使用场景 主要针对影像创作者给大家一些参考 一是iPad作为提示器使用 前段时间资讯给我寄来了 他们最新推出的Porkage Pro 2代的保护框 这个保护壳可以给我的12.9寸的iPad Pro使用 相当于给iPad装了一个吐龙 一些常用的接口像冷靴、四分之一、阿莱迪文孔都有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各种方法把iPad Pro固定在我的相机旁边 作为提示器使用 苹果的办公软件PGs里面的演讲者模式可以把iPad变成一个提示器 非常的好用 这种方法比那种单独的提示器更为的简便高效 不会因为镜头面前有一块玻璃影响画质 也不受镜头焦段的制约 广角也可以用 我平时会根据拍摄的情况使用手机或者iPad作为提示器使用 手机适合广角或者是室外追求便携的场景使用 iPad适合距离相机比较远的35毫米以上的焦段 或者是在室内一些固定的场景来使用 iPad的大屏幕很爽 像我这个视力不太好 我就觉得iPad用起来更舒服 不过有一点 因为屏幕它不在镜头的正前方 大家在使用这种方式的时候需要经过一些练习 就不要刻意的去盯着屏幕 二是iPad作为拍摄时候的无线监看设备使用 相机端连接无线偷传 我用的是有谋三 然后使用这个智讯的APP在iPad上监看 比如在拍摄俯拍镜头的时候 不方便观看相机的屏幕 iPad就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观察屏幕 或者是在团队拍摄的时候 iPad可以给导演或者是甲方这种需要监看的 这次给iPad Pro搭配的PowerKig Pro 2代的保护框 侧面它有手柄的安装螺框 搭配手柄 握持感 手感更好 航空铝合金的材质也能更好地去保护iPad 需要长时间的监看或者是在户外使用的话 电量消耗也是一个问题 这次保护框还配有一个供电的模块 可以卡在保护框的后面 搭配NPF系列的电池给iPad Pro进行供电 支持20瓦的快充 有电量显示和保护 可以让iPad变成可靠的生产力工具 供电模块也可以单独的使用 它上面有四分之一的安装螺丝 可以作为充电器给NPF系列的电池充电 它也有PD、Type-C、USB和DC的输出接口 搭配NPF系列的电池 可以给我们常用的相机等一些设备供电 非常的实用 三次把iPad作为相机的一个监视器 Pockets Pro二代后面 还可以搭配前段时间的 质讯推出的SIMO来使用 把SIMO上的手机夹拆掉 可以安装在保护框的后面 通过SIMO把相机的信号有线传输到iPad 更为的稳定 那智讯的APP监看做的很成熟 很多功能都有 延时也比较低 之前评测SIMO的视频 我也做过详细的分享 这里就不多讲了 还有一个进阶的功能 iPad升级了16点以后 它有台前调度的功能 它支持不同的软件分屏协作 SIMO搭配iPad 可以用这个智讯的APP 进行RTMP的一个推流直播 然后你再打开直播平台的APP 进行监看 实时的去跟粉丝互动 那这个对于直播用户来说 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我的这个12.9寸的iPad 说实话 放在这个相机上 作为相机监看设备 还是有点大 虽然看起来很火热 但确实不够便携 就我觉得目前便携的iPad 比如这个mini系列 就挺适合监看 不过呢 智讯目前它并没有推出 这个mini系列的屠龙 就有点遗憾 那这次智讯推出的 二代iPad的保护壳 最小支持9.7英寸的iPad 如果你有这些iPad 不妨可以试一试 应该会比我的 这个12.9寸的iPad Pro 作为相机监视器更好用 那这个放相机上 实在是太大了 固定的场景还好 移动拍摄的话 就很不方便 那是这把iPad 作为这个MacBook Pro的 一个副屏使用 M1的MacBook Pro 现在是我的主力生产的工具 基本上我所有的项目 都是在这个上面完成的 在剪辑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 素材比较多 那这个14寸的这种屏幕 就有一点小 不太方便 这个时候可以使用 iPad Pro 给笔记本 作为扩展屏幕使用 苹果设备之间 连接的很方便 不过其实我用iPad Pro 给笔记本 当扩展屏幕的使用 比较少 主要是我比较少 外出携带笔记本工作 日常固定的场景 有iMac或者是Mac mini 笔记本现在 也可以直接连接iMac 或者是Mac mini的 这个屏幕来使用 可以镜像 也可以扩展 偶尔会有不稳定的现象 但总体用下来 还不错 苹果设备之间的连接 确实挺好用的 最后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我不建议大家 因为这些使用场景 去买iPad 买各种配件 而且大家有了iPad 之后再去开发 这些使用场景 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或许会让你的iPad 不会吃灰的太厉害 大家有什么 关于iPad的好的使用场景 也可以在视频里面留言分享 OK 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就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屏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